新港奉天宮木造牌樓 八號中午突然起火 疑似是信徒施放連珠炮 火花噴漸到木造牌樓 才會引起火警 在場警戒的消防隊員 立刻拉起水線 短短不到二十分鐘 迅速撲滅 而這時大甲媽鑾轎 還在雲林圓掌鄉 緩緩走向嘉義新港鄉 連接雲林圓掌 和嘉義新港的輪載橋上 信徒擠得寸步難行 媽祖鑾轎帶著廣大信眾 走走停停 好不容易才進入新港 平安水喔 鹹魚家吃瓜 平安水喔 六級鄉民提供冰水 小點心和水果 蔬菜 一二十年了 已經忘記當初的初衷了啦 有草花粿 壽掌 死粿 還有一些礦點水 有些信徒 要走然後再吃得比較輕鬆 無限量 免費提供肉鏡信徒享用 當然也包括成立六十多年的 大甲媽機車隊 五百多位機車隊成員 再加上一路跟著媽祖來 叫南下高達數十萬名鄉客 晚間駐駕新港奉天宮 信徒得把握機會到奉天宮 感受大甲媽和新港媽的 姐妹情誼 還有兩位媽祖的愛與慈悲 華視新聞陳建邦 謝宇軒 王志軒 嘉義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